我觉得美国的不管是它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方法 都是美国建国以后在制定的 当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国家 大家其实都在于性善说 大家都是好人 大家都保持公平 谁也不会作弊的前提下制掉的 然后这几百年下来呢 它基本没有很大的改动 所以它在这个 其实不管是制度还是方法都是勾动百出的 那么但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呢 其实大规模的作弊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成熟的民主国家 它的行政部门 它的警察 它的选举管理部门 以及它的媒体 都是互相监督的嘛 凡是紧绷的选举的话 双方的支持者都有 这个时候如果大规模的作弊的话 很容易不露出证据来 但是说呢 这个时间呢 就是这是只是在一个本国内的问题 但是近年来呢 会嵌入一些境外势力的介入 如果是过境外的国家权力 介入选举的话 这事情都不一样了 其实台湾是受境外势力 介入选举的危害很大的国家 那么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2004年的 陈水扁连任的时候的两颗子弹 两颗子弹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不知道动机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细节也都不知道 这样的话呢 不管是民进党政府 后来又查了四年 然后国民党政权上来又查了八年 还是没有结果 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境外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部的人下的手 如果是这些境外的国家权力 他们有用国家资源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很容易逃脱这些台湾的选举监视部门的眼光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 九合一选举我们听到了大量的 就是说中国在渗透台湾 介入台湾选举的消息 那我也进行了采访 不管是假新闻 还是资金 还有赌盘 地下赌盘 我自己去南部采访 也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 但是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的话 最后大家只能默默鼻子认定选举的结果 那么这一次呢 美国的选举很明显 有各路的这个境外势力介入 那很明显就是说 即使川普阵营 那个朱利安尼发表的各方面的消息 很多东西一看 都是从外国情报机关拿到的东西嘛 那我想如果川普即使当选了的话 他这方面有没有国外的境外势力 或者是传说中的反习派的介入等等 这些东西我想即使川普当选 也可能受到很大的质疑 和变成很麻烦的官司 那么拜登政权也一定有外国势力介入他们 所以说呢 比如说这个投票的问题的话 那么现在比如说威斯康星每次 全国投票是67% 威斯康星达到89% 很异常的 在民主国家很少见的这么高的投票率 那多出来这些票 这邮寄投票会不会 因为邮寄投票它是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是离开人的监视的眼睛在里面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 比如说我开一辆卡车过去 这所有的证据都伪造好了 我就放在那里 你就去算了 就可能这一卡车的票就变成 拜登的票了 但这种时候 如果他们是国家权力 他们有各种各种消除证据的方法 那么川普要求再数票 那数一百遍还是拜登的票多 因为他是灌起来对票在里面 所以说呢 现在呢问题川普政权 要想翻盘 就需要证据 否则的话 他用传统的要求再数票 要求查一些 比如说一些小的细节 他要需要很扎实的人证和物证 所以说呢 如果拿到这个证据的话 他可以在法院上 司法部份的翻盘 就跟台湾 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 虽然没拿到证据 但是后来又成立了 各方面的这个反渗透法 又成立各种各样的这个 找假信任的方法 又控制地下赌盘 结果今年的总统大选 基本上受到的干扰就少得多了 所以说我希望美国呢 能够一起教学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呢 会定期地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节目呢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呢 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